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你们会发现总体都在讲计划 为什么有计划 为什么要有计划 知道了吧 散户为什么赔钱 技术不行 对 没错 技术是不行 计划不行 对 没错 计划不行 最重要的呢 其实你的心态不行 说了很多了 不要说 其实有了计划以后 大家就会 就能更好的做到一些点 比如说我们有了这样的计划 我们有了这个计划以后 我们就会做到一些点 价格到这去止损 价格到这去止盈 挺好的 没问题 你说之后你要想再获得一个超额的收益 可以在这个计划之上 而且我们说了 把之前的东西稍微再串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 首先 一只股票 即便说你做神龙白尾 也是要分仓的 第一件事 分仓 好的 分仓 这是在计划之前 更早的投资规划 对吧 当然更早 再早投资规划 能不能有 也能有 什么呢 就是你到底 要不要做神龙白尾 还是要做神龙白尾 我们那个就不说再复杂了 第一 分仓 如果你所有的钱都用于神龙白尾的话 我们说了 你也要分至少四仓 十仓更好 至少四仓 分了以后 这是个第一次投入 这是个止损 对吧 我就不换了 这是第一仓投入 这是一个止损 往下看 大家要有这个意识 到这儿出现了一个 低点 我还是画出来吧 止损点在这里 止损点在这里 OK 直接在这是个止损点 下跌下跌下跌 我们这么看 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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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上来 稍微涨几天以后 这个我们日线上一样可以用 一样可以用什么呢 这是老师看不见的 好 我们可以在这儿把止损点提上来 看到没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儿走出几天以后 明显走出几天以后 我们可以把止损点提上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底部已经形成 我们的止损就不用放在这儿了 就放在这儿了 之后有没有机会加仓呢 当然我们这个可能不容易找 但是我说了 如果这十块钱买的 我们这差不多啊 九块钱 九块钱买的 我们一涨十三 十块钱都不能加仓 九块到十三块之间 九块钱 涨了百分之十 涨到九块九 再涨百分之十 涨到十块零八宝 对吧 两次都可以加 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说法 涨到九块九 这个附近 你就可以加一仓 再涨到十块多 你再可以加一仓 如果你有钱的话 在这儿可以再加 不是说超越了你本身的那个什么 而是说 这儿都是可以加仓的点 好 往上 这儿是不是又出了一个低点 一定是这个走完以后啊 你别说这走了一天 这个真不算 这个低点我是不会往上推的 你别说刚看一天 至线上至少你看个两三天 因为我们这是一中期波段 这是不是可以往上推了 往上推了以后 OK拿着 继续往下 如果说这儿再出一抗龙有毁 是不是够好 你就在这儿可以再加仓 比如说你在这儿卖了 有两仓在这儿卖了 一共三仓 你在这儿卖两仓 OK 把止损推上来 这儿如果再出现一个抗龙有毁的地步 你这是不是可以加了 或者你认识别的模型 是不是也可以加仓了 一去往上走 走到这儿 其实这儿你愿意推不推都行 我觉得这儿有点勉强 因为这个很难说哪个地点 就不推了 但走到这儿 我们明显看出来不涨了 OK 结束 这个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串起来 感觉到做交易其实并不难 但如果我开始告诉你 在这儿要加一仓 在这儿加一仓 你总会问我为什么在这儿加仓 现在是不是理解了 原因很简单 原因也很随意 理解了这个过程就好 原因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听懂没 所以 真正的交易怎么做 真正的交易计划怎么做 能理解了吗 所以整体下来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另一个例子也一样 我们就拿 神龙白白这三个例子 这三个例子其实挺好的 当时是花了心思去找的 三个都不一样 各能说明模型变形 或者复杂盘面的问题 你们到自己用的时候 盘面上面更复杂 就是跟模型会长得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的时候 你没有我的时候 你怎么做 记住我们的核心的观念 记住核心的原理 模型只是让大家好辨认 仅此而已 长得像我模型 当然更好 更好 对吧 不像呢 不像就不像 没事 这是买入 对吧 这是做交易计划 这肯定都没问题 做完交易计划以后 还是他 我们说了 如果这只股票 你在分两次或者三次买入的时候 怎么做 首先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底线画出来 对吧 这是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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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其实我们推到这都可以 推到这一般没什么问题 对吧 你看就碰不到 就你要心虚的话 低一点 比他低一点都可以 然后往上涨 往上涨呢 那就再跌下来 我们再往上推 对吧 你就这往上推一下 推到这来 这个可能比大家高一点 再往上推一点 这都可以 我算好了目标位 看他到没到 没到的话 这是不是涨起来以后 又能往上推了 就这个其实不需要太多经验 但是需要你去自己练一练 这个推上来以后 这波利润虽然不多 但是也保护了一部分利润 就是怕一个黑天鹅 怕一个爆雷怎么样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又跌下来 这又能往上 差不多这两个位置 再推一点 好 这终于涨上来了 涨上来以后呢 你看这 这就不用推了 我觉得这就不用推 这已经到很高的位置了 你再推它 逆不大 这顶多是这中间 再推一下 也就到这 这呢 就算了吧 这太近了 真正到这 你能识别出来 这个不怎么涨了 然后也没怎么跌 就顶部横盘 高位横盘不太好 就可以了 就这样了 所以再看一个例子 你都讲完了 我们下节讲什么 其实主要是给大家回顾 有的多说两遍 我们不同的 同一个例子 不同的角度去讲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下跌以后横盘 这个例子就特殊在 横盘以后 再下跌 再横盘 横盘时间不长 再涨上来的横盘 庄家操盘手法 主力操盘手法 层出不穷 你不可能每次都看懂 但是你看懂原理 反正这段时间在横盘 你管它是涨还是低 还是怎么样 对吧 横盘 高一点的横盘 还是低一点的横盘 是涨上来的横盘 无可谓 这出现以后 我们关注的这个 放量 有没有放量 这没放量 这没放量 这放量了 OK 这放量 放量以后 我们知道这买入 做好交易计划 同样的 再分两仓 或者三仓都行 这时候可以往上推了 推一推 推一推 即便是到这儿 我们这次的止损 也比原来这个价格要高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原始的止损 比如说就这个 对吧 可能到9块多了 也就是说 这次我们的盈亏比 就又提升了 这次可能就赔个 原来如果是百十的话 现在可能就赔个百五 就单独这一笔交易 我们赔个百五 但这一笔交易 原来占这个 整个 我们如果是四分之一的话 我们占整个资金池的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百十 还是有点多的 就是百分之 多少啊 百分之一点几 对吧 如果是八分之一的百五呢 就百分之零点几 就又进一步降低了 进一步降低风险 这就是我们分仓的最大意义 推值损其实也是这样 这个我们还不能算保护本金 这个本金在这儿了 本金在这儿了 这可能还会赔一点钱 但是没关系 往后看 等待着它再出现一个低点 走两天 如果你说 如果你实在说 我推到这儿 根据这个 我们往前倒一倒 根据这个 其实这个有点急了 就是你说 这推上来行不行 也可以 反正推上来了 总归是挣钱的 推上来以后呢 问题呢 这一天就跌破了 盘中跌破就算跌破 这个不是收款价 你不知道收款价到哪儿去 盘中跌破就算 跌破了以后 OK 直接在这儿结算 我们这儿买的 这儿卖的行不行 9块多买的 10块钱卖的 10%吧 也可以了 这多长时间呢 你看也没有太久 29个交易日 一个半月 对吧 10月20号的 12月30号 一个半月 一个月 一个多礼拜 10% 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挣钱出来的就行 你不要觉得这儿亏了 这之后 如果说这一个 一旦跌破 就说明这只股票 走势不是那么强 希望大家听懂 这个意思 听到吧 当然如果你没有推上来 选择在这儿 推到这儿的话 比如说 意思就是 这儿你没有选择推 觉得涨两天又跌下来 有可能要跌下来 你这儿没推的话 这个涨两天是可以推的 因为这个已经明显远离这个点了 这推上来是没问题的 之后呢 这儿愿意推 比如涨了几天 你这儿愿意把它推上来 可以 那这儿就被扫掉 就是这个推到这儿的时候 在这儿被扫掉 也没问题 反正是挣钱的 从这儿拿到这儿 9块多涨到了11块 也20%多 挺好的呀 没问题 20%多也就是两月不到 非常好 不要担心说没有拿到最后 中间你的交易计划可以变的 但大家 这是不是有抗瘤尾 这是吗 好像不是 差一点 这还真是 这是不是有抗瘤尾 可以做一做 可以做 对吧 做一个短线 这是加一小仓 做一个短线 但是总共倒是不能超过 你总共 这只股票上要投入仓位 假如说这儿你进了一仓 空了一仓 一共两仓的话 进了一仓空了一仓 或者进了一仓空了两仓 都行 这儿去做一个小的抗瘤尾 这位个股上 你们忍不住的做吗 做起来就行了 没有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给大家补充了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 能更深入的理解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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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